他聽到音樂就會開始動 然後 然後音樂停他就會停 所以這是 我們在日本其實常常看到這種小朋友 因為就是爸爸媽媽帶著 所以他們從小就 就開始會訓練 昨天我們剛好有那個 所以他有一個完美的pose 昨天我們其實有一個親子活動 就是也在讀書館 所以我們希望說出廣坑的這邊的活動 可以針對親子的部分多一點 就是我覺得親子的部分一直是 我們想要去推行的 然後特別是小朋友的文化資產教育 所以也許我們看一下 這個兩歲大的這個 這個 牛馬君 牛馬君 他現在好像 五六歲了 他還長大了 這個影片比較不舊 這個影片比較多 就在這裏 這個影片很喜歡 這個影片是 我 extremes 最后一个动作 因為動作 最後一個趴 最後一個動作一定要出現就對了 所以他們為什麼會笑 因為他們也知道說他有學期 有去過得到嗎 雞肉很有名 還有那邊的 筷子 還有那個 還有動作 好 那所以 兩歲都可以嘛 所以我相信大家應該都超過兩歲很久